拆卸和更换 HP LaserJet Managed MFP-17 系列中的碳粉收集装置。 从包装中取出新 TCU 或碳粉收集装置, 将塑胶带和插头放在一边的水瓶表面上备用, 将新零件放在水瓶表面上,并确定碳粉开口朝上。 开启 HP LaserJet Managed E7 系列 MFP 的前盖。 按下左侧和右侧碳粉收集装置上的释放固定片。 小心地从一秒机中取出碳粉收集装置, 使其保持水平以防止碳粉溢出。 在拆卸过程中或拆卸后,请勿翻倒或倾斜零件, 也不要将装置碳粉开口朝下。 放置在任何地方,碳粉会溢出, 并可能损坏地板、衣服,并且难以清理。 确定碳粉开口朝上, 将插头插入连线布。 然后将旧碳粉收集装置放入塑胶袋中。 密封袋子以防止碳粉泄漏。 HP 建议在可行的情况下回收TCU。 将新的碳粉收集装置滑入印表机, 用力按压装置直至其锁定到位。 固定片应发出咔哒声, 表示其安装妥当。 关闭前盖。 用力按锁定铁定 刀 identify, 消炎运肉运支柔点以后, 使用力量快itagend responsible, 敌平。 1多分折辞出门。